文,编辑,13月绘图,北明有余,圈圈FaceWonderful Live偶像练习生有多火就不用赘述了 就连小编这种不怎么看选秀类综艺节目的 也能随口说出几个偶像的名字 什么蔡徐坤啊,范成成啊,饮水思源 我们应该感谢并庆幸生活在互联网时代 让每一个有真材实学的人都有机会发光 并且被更多人看到 然而古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没有电视和网络,交通不发达,信息传递慢的古代 他们想要出名该如何出道呢 除了十年寒窗一朝吉地 以及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以外 其他人想要迅速出名 估计比偶像练习生还难 毕竟你们都是仙女,不会那么计较了 总的来说,主要靠以下五种方式出道 一才华古代娱乐活动匮乏 看书成了很多人的兴趣爱好 不少知识分子意识到这是个机会 于是靠出书来推销自己 找到出版商大批印刷并低价出售 当自己所写的书成为社会热点时 作者也就顺势出道了 在不计也能赚点公本费 佐斯十年写成三多付 带着文稿去拜访当时的大V 黄辅密,希望得到推荐 黄辅密看了后十分欣赏 不仅答应亲自作序 还请其他大V,张在,刘奎等人作主 作品一经发表 就在京城洛阳成为爆款 人们争相传超 一时间洛阳只贵 佐斯从此名扬天下 二歌侯西汉时期 岳辅发展到了鼎盛 岳师李延年原本因犯法受到辅刑 还被罚去养狗,后因歌侯不错被五帝发掘 并献唱了一首宅男都知道的家人曲 女主角就是他妹妹 这一开嗓不仅把五帝给惊艳到了 更是捧红了他妹妹 被封为李夫人 封头丽丫当朝皇后为子夫 无独有偶 唐朝时期不仅宫廷乐队如临 民间歌手也随处可见 比如唐代好声音中 江南女子杜秋娘 凭借一首金吕衣 让唐献宗为其转身 名震一时 后来金吕衣还被编入唐诗三白首 杜秋娘成功机身文人默克之列 名流轻时 三颜值晋朝是出了名的盛产花美男 步伐超级偶像 魏介五岁时 就因仪态出众引起围观 被誉为帝人 长大后 更是因颜值爆表 吸粉无数 只要出门就会引起轰动 然而他身体不好 经不住私生犯的围堵追捧 一定不起 撒手人寰 年仅27岁 时人称看杀魏介 另一个全民偶像潘安 年轻时驾车逛街 连老太太都被他迷住了 往他车里狂扔水果 将车都丢满了 由此诞生了智果迎车这一场雨 最搞笑的是佐斯 这哥们长得挺抽象 却学潘安到处游逛 这时妇女们就朝他乱吐口水 弄得他一脸蒙圈的回来 可以说是很有喜感 四炒作写出千古名句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的出唐诗人陈子昂 据江湖传闻 早年是靠炒作出名 年轻的陈子昂 胸怀天下 但就是科举考不上 很是不爽 有一天他在京城围观 别人卖琴 所价百万 土豪都不敢买 结果他宁愿吃土也要买下 并邀请大家第二天一起赏玩 于是他的名声 就在街头巷尾传开了 第二天果然来了很多社会名流 陈子昂捧钱登场 就在人们翘首以盼时 他却把钱高高举起 摔了个稀巴烂 这波操作秀的人们 根本看不懂 陈子昂趁机把 事先准备好的原创诗文 拿出来诵读 写的还挺溜 陈子昂因此爆红 欲满京城 古内涵虽然古代 就已经有以上几种 肉眼可见的方式上头条 但有些人还是想通过内涵 让更多人了解 比如卫王曹操 他担心自己身材矮小 像貌丑陋 镇不住匈奴使者 于是命长向俊美的明智崔眼 冒充自己 自己则冒充 是为持刀站在一旁 然后他再派人去问 匈奴使者对卫王的印象 匈奴使者回答道 卫王风采不同寻常 但旁边持刀的侍卫 才是真正的英雄 可见真名是自风流 由内而外散发的气质 才是最重要的 相信曹操也是很多人 心目中随味的不二人选 始于颜值 限于才华 忠于人品 说的没错 听说有内涵的人 都在看这个号哦